下面讲第二节 要练好气功 练好智能气功 还必须破除封建迷信 我们把这个问题 作为练好气功的 第二个重要内容了 以前呢 讲怎样练好智能气功 没有着重讲这些问题 从学 简门智能气功学 我们认识到 现在社会上 很多人练功 也自己的素质不错 练练功练出点本事来了 已经开始 要走进这个气功门去了 但是呢 就是由于封建迷信的思想解不出 使功夫不能上进了 高不上去了 过不去关咯 练不好咯 因此呢 我们就把破除封建迷信 作为一节 作为一个专门知识 作为专项内容 给大家介绍 我们书 我们书里面呢 写破除封建迷信的东西 内容比较多 我们在这儿呢 就不能一个一个都讲 不能一个一个都讲 我们主要讲同学们 在教工 或者在社会上碰到的 有关的内容 这里边呢 有的问题 咱们在运用意识真望相攻 那一章里边 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这儿呢 主要讲 与功法有关的封建迷信了 这里边首先 要给同学们解除啊 对于怎么样练好功 对于过去有些练功方法 带有封建迷信色彩 或者是带有封建色彩 比较浓厚的 这些东西的看法上 怎么样正确对待 因为我们同学们练功啊 都想把功练好 都想把功练好 由于过去功法里边 有很多封建迷信 为了练好功吗 一不注意 就跑到那里边去了 就跑到封建迷信里边去了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就把 跟练功有关的 这个内容说一说 首先讲念咒 哦 一般的 咱们现在练功啊 有很多的同学们 或者社会上 气功界里边 有很多人都很迷信咒 一说这个咒啊 有教个一个什么什么咒啊 这了不得 过去讲就是 和尚道士搞的是 掐绝念咒 一说掐绝念咒 就了不得了 这个东西 可是保密的很 而且一念咒 就解决问题了 咱们看小说 一讲什么说什么的 咱们口中念念有词 口中念念有词 口中念念有词 就念咒啊 就这么简单呢 到底这个咒 怎么回事情 现在我们气功界里边 我记得 我出去办班呢 差不多每个学习班 我要讲课 都要同学给我搭 第一条子 庞老师教给我一个 什么什么咒吧 有什么好咒 绝咒 教给我们点 都讲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呢 现在就要把这些问题 给同学们 从理论上讲一讲 这个 这个 这一部分呢 我基本上 是当着书本讲 是当着书本讲 因为 如果我也不耐书本讲啊 我就广讲诗职 几句话就讲完了 几句话讲完了呢 同学们听起来 觉得不解气 庞老师这么讲 对这个庞老师 看着地理咒 根本就不懂 我过去讲课 一般的那么说一说 咒是怎么回事情 很多人就提这个问题了 有人给我写信 庞和明的道理也懂 不懂什么叫咒 你会几个咒 最接下来的话 为了真正解决同学们 对这些问题 看法上的偏差 必须摆出来 什么什么 这么回事情 把理论上 从过去的 旧的佛家 道家 他们对于宙 对于这个东西 怎么对待 将来以后下面都是 关系到每一项 都是这个问题了 他们怎么讲的 我一点一点 讲给同学们听 这里边呢 有时候念念冤文 把冤文解释一下 因为有的冤文 同学们看呢 可能 一些看不懂 看不懂 对于这个咒 这个咒 这个词呢 同学们 你们就听 书本都有 书本都有 我讲后边这一部分 书本都有 可能 有的地方书本 还不讲 主要就给同学们讲一讲 就不要记笔记 中国 老辈子 就有咒 佛家 也有咒 但是佛家 一般它不叫咒 叫托罗尼 托罗尼 当然叫托罗尼 也叫真言 也还叫什么名 也还叫什么 底液涕 等等吧 它名很多 总的一句话 佛家就说 这个咒 不能理解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他只有佛 才能懂 这个咒什么意思 他说 唯佛与佛 乃能究竟 佛和佛 他们之间 能知道 二乘凡夫 连菩萨 都不知道咒 怎么回事 一般的人更不懂了 就非常 就非常神秘 就这个意思 它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 道家 就说这个咒 是哪个 哪个 哪个神 哪个 哪个仙 他说的 他编的 这是他的令 这个令 佛家呢 不这么讲 佛家看来呢 说的 真正书上 佛教经典上 也是记载的 比较 应该是 客观一点 他对这个咒 这咒怎么产生的 你看我给同学们念一念 就在 368亿 这怎么产生的呢 他说 他说 菩萨以禅定 能发咒术 为众出唤第一神宴 名托罗尼 菩萨以禅 被其多用 随用别论 既有无量 托罗尼 这一段 说的什么意思 说的是啊 这个 菩萨 佛 他们修行 练禅定 达到 达到这个禅定 已经定了 在这个时候 发出的声音 来个病人 或者自己有病 一发这个声音 把这个病 治好了 所以因为病 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所以出了一个声音 也就不一样 他为了解决的问题 不一样 声音 也就不一样 因此呢 咒有很多 起作用也很多 就是这个意思 就在练功的时候 一练功 就到禅定里面去 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入定的情况之下 解决问题 才有点声音 就是咒 那现在的话来说呢 如果解决这个话 我一点不 我一点不给他改变 那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练起功 进入起功态 在气功态里边 根据距离情况 发出声音 去达到治病 解决问题的 效果 就成为咒 实际上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实质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自发功 自发功里面是声音自发功 自发声音 这里边什么菩萨佛 教给他们简简单单 自发功 因为练自发功 就发声音 一练嗡嗡嗡 你看咱们 在82年83年 流行的 梁士风的自发舞亲戏 一练虎行 发虎嗡嗡叫唤 练雄行 跟那个熊那么哼哼 如果那来过去 这都可以成为咒 所以这个咒 佛家讲这个咒 就是这么个问题 这么个问题 同学们 我这么讲了之后 可能还是 还信不过 哦 练练功 想怎么发生 怎么发生了 那就行了 那这么灵 实际上 就是因为你练起功之后 它有点功能咒 有点本事咒 尤其是地方 自己有病 自己当然能知道 自己自我调节 发个声音 做个动作 自发功的动作 也可以致命 声音也可以致命 来个别的病人呢 他有本事的 一做 一进入气功态 一进入禅定 他把病人的情况 能了解到了 感知到了 什么病 什么状况 他知道了 然后呢 他针对的 一发个声音 把信息解决了 实际上 这个气功是不发声音 不念咒 照样能解决问题 就是由于过去人们 对这些问题 对练气功这些东西 还不了解 还不认识 不清楚 就只好还停留在 自发功阶段 自发功 一对性不强 完全是自发的 自为的 我们现在呢 已经从自发 到了自为过程咒 从自发的 到了自觉过程咒 我们不需要 发那个声音 有病 觉得学生病了 发个气 一下解决问题 就行了 很简单嘛 比那些问题 还简单 当时 他发声音 解决了问题 也是需要有功夫 没有功夫 也并不行 需要有功夫 才能解决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为了说明它 我再给同学们 引用一段 是中国这个大猪和尚 这是很有名的和尚 有著作 据说是名心见性了 很有修行 有的人 他有徒弟 问大猪和尚 叫慧海大猪 他问他 为什么呢 问他 说这个经 博热经 谁不经 说这本经 非常有灵验 念经 不是念经吗 佛经 佛一大东西吗 有灵验 说你信不信 大猪和尚是信佛的呀 一般都是这个经 那个经有灵验呢 问大猪和尚信不信 大猪说不信 他说你不信 那么灵验记 灵验传怎么算 有一本书 桌面写这个灵验的 什么什么灵验 什么什么灵验 你说你要说不信 有灵验传 那么灵验传怎么产生的 那都是假的 大猪就说了 他说这个灵验传 是灵验传 写灵验 什么什么灵验的事 这个不否认 但是那不是 那个经的作用 是什么呢 是人的作用 是人的精神 人的心力 它在起作用 如果那一本经 印经的 印刷那个经的 它那个经堆着 一屋一屋的经 它有灵验吗 它不灵验 它不灵验 就是那个孝敬人 和孝子宣孙 那个孝子宣孙 怎么灵验了 那个白骨不灵验 那个孝子宣孙 他那儿那个心非常成 它灵验 这个问题 讲那个心成 讲那个心成 所以这个问题 就说明了 你经也好 咒也好 并不是说 把那个经和咒 到了你嘴里边 就起作用了 因为这个咒 它也讲了 当你念咒的时候 心里面总是想这个咒 心切静了 入了定了 一入定 起作用了 起作用 你自己身体入了定了 才能起作用 是这个定起的作用 这么个问题 这是佛家对这个咒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 像这里边 沿用了几家的东西 这都是佛家的著作里边 不是我说的咯 如果我们要不讲 这个先生们怎么说的 同学们都不会服气 那么道家对咒 会不会有真正的解释啊 道家解释咒 不像佛家 只有后世 有个别地方 道家也做个解释 那张三丰 张三丰有个解释 张三丰的说 我给同学们念一念 这代是在369页上 先进佛典 慈心救世 更为咒语 他说十四 是勇者不解其词 无意义可谓 无文理可思 用以八其念识 驱处杂念 喜信之妙法也 这一段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先经佛典 就说的是先和佛 他们这些人们 为了救世 就普渡众生啊 慈心救世 普渡众生 把人救出来啊 就让人出功夫 怎么办呢 他就变了变样 以前的先经佛典 都是讲道理 把道理讲给你 怎么怎么去做 现在不跟他们做 变更了 变个方法 改成咒语了 叫更为咒语 变更一下 变成咒语了 变成咒语干什么呢 就是勇者 使你自己 使念咒的这些人 不解其词 这里边这个词 什么意思 不知道的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无意义可谓 无文理可思 文理意义都不清楚 你想什么都不清楚 你比如说念佛家 那个六字大名神咒 翁妈咪巴咪哄 翁妈咪巴咪哄 翁妈咪哄 什么叫翁妈咪巴咪哄 翁是什么 几斤几两 红的白的蓝的 方的长的 没有 他就管那么个音 没这个意 没意义 好多咒都这个样子 再说一个 你比如说他们 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楞严经 楞严经 楞严经里边的一些个咒 他那个咒的话说呢 也是大咒 三千多字 微啦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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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 你就不知道什么东西 念半天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让你这么 管那么念 管那么念 这么管那么念 你自己脑子 没概念了 想广顾了 念的字的 什么也不想了 这样怎么办呢 安心了 把杂念就没了 这是什么喜心的妙法 把你心能静下来了 让你静心的 把这个咒就这么说了 就这么讲了 对张三丰呢 他是 因为他学过佛家东西 也搞过道家的东西 自己搞了武当 这个大门派嘛 所以他自己 对佛道都有所体会 但是呢 他着重还是从道家 念工方面 道家 这是张三丰 咱们很多人 都知道这名字 再叫白玉禅 南派的祖师 第六代祖师了 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讲 咒之意义 还是这一件 就是这个咒的意义 归于新村牧祥 念咒的时候 是道家咒了 佛家咒就不行了 佛家咒 就无妈咪八咪喝 无妈咪八咪哼 新村牧祥像什么 道家的咒 道家的咒 叫新村牧祥 心里边 念什么 存在什么 眼睛 闭着眼睛 看给他 你们后面讲 道家的咒啊 都是有神仙 什么这个神仙 那个神仙 念的 请很多神仙 请很多神仙之后 到最后再来一句 奉太上老君 积积如律令 太上老君 道家祖师爷 给那个命令 让你干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去 新村牧祥 新一村牧一祥 再念这个咒 招鬼招神 这就灵了 起作用了 所以这里边呢 就都告诉大家 念咒 念这个咒 无论是佛家也好 道家也好 他们 有修行的人 有功夫的人 都不认为 咒词如何如何 关键是你 通过念咒 来解决你的功夫 有了功夫 解决问题 那么念咒 能解决问题 从我们练起功来说 从起功科学来说 有没有道理 我们再解释一下 也并不是说 广一个精神心理作用 他念咒 有的时候好的咒 也的的确确 能够使人 长功夫快 过去有的人 会咒 和不会咒的人 往往会咒的人 比不会咒的人 练功夫长得快 什么道理 这里边第一 因为给你个咒 让你反复念 由于过去人们信神 信佛 说这是佛说的 说这是先说的 一说念佛咒了 念先咒了 都得先竖竖口 洗洗手 叫敬手 敬脸敬口 现在敬 把手洗干净了 把嘴竖一竖 把脸还得洗一洗 得那么恭敬 敬手 敬口 还得敬面 这么恭恭敬敬的 去念那个咒 一不注意 还怕说 得罪了 这个佛爷怪下来 一念就是特别 集中精神 恭恭敬敬的 这么一来呢 就起到了 集中精神的作用 集中精神的作用 容易集中精神呢 咱们练气功 不是容易跑神吗 他给一念咒 神就不跑了 神就不跑了 所以这就是呢 过去 这最关键的一招 我们现在 给同学们讲清了 说气功 人人可学 可是也有个弊命了 那为什么了不起 本来是讲给大家 是让你懂它是个科学 科学你要尊重它 你也要恭敬它 要精神集中 让同学们把道理讲 可是把这个道理一讲呢 有人说 他不恭敬了 迷了马虎了 你告诉功法 比如我们一开始练 建成功 一开始练 顶天立地 兴松异冲 你要过去 你要说是个咒 这是老佛爷说的 就变成法和明说的 老佛爷说的 改革名 不是法和明变的 老佛爷说的 当偷偷去搞 告诉念 顶天立地 兴松异冲 念那么八句 道德周深荣荣 有些学们一念 念那末聊 他就周 真是这么 越来越来越来就来了 这么道理呢 就佛爷说的 一念佛爷就来气了 帮你忙来了 解决问题来了 他非常非常精神集中 精神一集中 三年就少了 三年一少了 气流通了 热热乎的气就来了 是这么个问题 功法道理讲清了 不是佛来了 不是先来了 是你集中精神 安静了 气流通了 把道理一讲 好了 没神来 他不恭敬了 一念 顶天立地 兴松异冲 内经外经 兴成冒功 跟小孩念书差不多 那你还集中 精神怎么集中 怎么起作用啊 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你把气功搞成科学化 有时候一有毛病 这个副作用 就在一个地方 他不重视了 不重视 这是第一个方面 集中精神 第二方面呢 念咒 能够起精神难事 难事 佛家咒 没有意义 怎么难事 他对这个难事啊 这个咒 是佛说的 你念这个咒 念到一定程度 佛就来了 这不也是个难事吗 道家咒 道家那些咒啊 都特别 那个词都特别美 都特别美 都是好词 念什么咒 起什么作用 都是良性的 你比如说 治病 什么念这个咒 在前面先请神 请这个神 请那个神 把神都请来了 这个神 那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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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 什么消失化水 把石消了 把水化了 怎么的 一再一来 又去风去寒 再一来 妖魔鬼怪化微尘 你看 以前说得病的 听住石了 听住水了 这一念 一遍消失化水 再念一遍的话呢 得病外阴 风寒 守着到火 风寒去了 再有呢 还妖魔鬼怪 一来 妖魔鬼怪化微尘 都好了 这不是个精神难事吗 这也是个难事 最后还得来一句 奉太上老君 居君如律令 太上老君下的命令 都要你解决好了 这么个问题 有难事作用 你自己念念念 你不相信 一般人不容易相信自己 但是呢 容易迷信别人 迷信别人怎么办呢 过去给那个最迷信的 给那个神 给那个佛 给你个仙 你别人说 你来了 来个病人 摸索摸索 摸索摸索 你告诉他 你就说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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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信 我这么说 好了怎么能好得了啊 不相信 改个词 太上老君说 一摸 消失化水 去风去寒 一切 妖魔鬼怪为尘 他就信了 他就念 他就敢念 他是老君说的 他就好了 其实过去人 不相信自己 过去人来一个办法 给那个相信的 其实 最后的结局 还是动员你自己 你自己相信了 你这样 好了好了好了 还是你发的命令 就这么个问题 再有呢 有些咒里边 有平摘音 念咒 念气功的真言 平音摘音 调动气机 平音 一般的 往上升 往外散 窄音 往里边收 往下降 一般的 在过去嘛 一升二升 算平升 音平阳平嘛 三升四升 算窄升 平升 一升二升 气往上升 往外散 三升四升 气往下降 往里收 基本上 应该有规律 当然这里边还有声中 声里边 有收 或是声里边 有声里边有收 或者开里边有降 都可能有互相掺杂的 那就不同的音 有不同的内容了 再有呢 就是发音的时候 每个音发的时候 有的音 靠嘴唇发 靠牙齿发 靠尸尖 尸根 额音 鼻音 喉音 发音的部位不一样 也可以帮助振动 身体的不同的气 因为这些部位 都和身体的五脏六腑 有相关性 这一振动 就容易帮个那个五脏六腑 那个气震动 帮个起作用 把个道理 掌握了 也可以促进量功夫 再有呢 有些个音呢 像得呀 特呀 依呀 这个 鸡呀 日呀 像这些音 发音的时候 带这些音的时候 都要十顶上额 一十顶上额 发音的时候 一十顶上额 能起人对 没交通作用吗 你把音配合好咯 一顶一顶 一顶一顶 发音老这么顶 一顶一放 一顶一放 比老顶的效果还好 这里边呢 就是 念咒里边的发音里边呢 无非是 就这么多的 这么多作用 同学们也不要把这个咒 说的一无是处 念咒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处 无所谓 这个里边 也是一门学问 很深 我们五元庄啊 就是利用发音法呀 发那个音 我们编的 五元庄的发音法是我们编的 古来没这样发音呢 不是这样发音呢 我们编了 我们体会了 它效果好 还快 还快 而且符合我们练技能功 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走 我们正能功的理论 练功方法都和古人不一样了吗 练功的程序是从外往里练的 所以我们呢 符合我们这个练功的趋势的 这么练起来 古人的后面就不一样啊 我们就根据发音法的规律 作用 而把它编撞过来的东西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 我给同学们说两个咒 一个咒是道家的咒 这个道家不是真正道家 应该属于民间宗教 我记得老师教我这个咒的时候还讲呢 贺明啊 我这个咒交给你 我可没通过我老师允许啊 以前要教人咒 教人功 你得去挂 得挂上号 老师那给你挂了号 你能够往下传 你才能传 没挂号的 不能传功 传了功就算犯戒 你跟别人一说 就算缺腿瞎眼 腿瘸了眼瞎了 老师讲 贺明啊 我这个咒 我可没有经过老师批准呢 这现代的话了 他说 不过我没有烂传 没觉得烂传 我老师也死了 我也不传给你 我就失传了 所以将来我死的话 你传就随你辩了 就是 所以我这老师也不在了 没办法 不过你随便的话 你也不能随便传 这个咒非常非常的灵验 非常非常的灵验 这是绝对不能传人的 将来你传徒弟 谁给你当 他当这个 当入室弟子才能传 入室弟子 那就是比较好的好的 拔好的好的 好徒弟 就跟那个掌门的差不多 掌门之一个 入室弟子可以多几个 也传不了几个 这个咒是什么呢 这大书本写的 这就是三百七十一页 三百七十一页 这个咒就是啊 头顶佛世尊 口中念观音 身后是真武 身前是老君 左边有青龙 右边白虎神 弟子来到此 奉请护法神 所以当你练功的时候 练功一开始 先得念护法咒 这就叫护法咒 一念这个护法咒 可了不得 这佛道两家的祖师 全请来了 给你护法来了 你看呢 看他这个咒里边 虽然是个民间宗教的 还比佛家 还是摆得高 头顶佛世尊 佛爷 在你头顶上 最高 口中念观音 观音菩萨 在这 身后是真武 真武大帝 相摩大帝 身前是老君 太上老君 道家祖师爷 左边有青龙 青龙大神 右边白虎神 青龙白虎 弟子来到此 奉请护法 他就护法神 请了 这么一念 这个法器 哗就都来了 是个什么道理呀 这叫这个咒 因为他已经非常 得相信 佛爷 神仙都来了 非常相信 一念这个咒 都不能随便念 洗了手 竖了口 把脸洗完了 烧生香 入生坛 他那一战 安安静静 念头顶佛世尊 像头 佛爷 口中念观音 嘴里边就放光 观音菩萨 身后真武大帝 太上老君 青龙白虎 弟子在当中 当共一呆 好一个气 全身都有气 这是以意引气 头顶佛世尊 先想头 先想头 佛世尊在那一待 往这一坐 你想佛爷在这 很恭敬的往这一想 好了 气 头顶要气了 口中念观音 观音菩萨在各个地方 好 一点一想 观音菩萨在这 坐个莲花 坐 那个慈眉善目的 救苦救难 一想 哦 脸上有气的 身后是真武 一想真武大帝 在这呢 一想 哦 那有气的 身前是老君 前面太阳老君 哦 这有气的 左边青龙 这有气的 右边白虎 这有气的 哦 周边气都有气的 一练功 一安静 马上气感就有了 这就是法气来了 掌功夫了 其实呢 你看咱们那个咒 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 对不对 一引气嘛 往上一顶 行松一冲 一脑一冲 行一放松一冲 周肯萨有气的嘛 你又安安静静 集中精神 聚精会神 那么气的 一样也是 一年引着气来走了 咱们智能工呢 就把古人一些东西 懂得他的道理了 就用他的理 不用他的法 改成新的了 你要念这个咒 头领佛学尊 口中念观音 如果咱们在全国 这么教 咱们几千 几百万就这么念 你看国家管你不管你 你盘海面搞什么气功科学 迷信气功 气功迷信 迷信又迷信 科学一点没有 对不对 就不然这么搞了 所以我们通常也懂得 这么搞实际也没用处啊 咱们现在 你又不信宗教 念它干什么 一说念这个 头领佛学尊 口中念观音 大伙儿哈哈就笑 你还起作用 什么作用也不起 什么作用不起 反而还不如顶天立地 兴松异冲 内境外境 心诚冒功 一念不起 神助太功 再反了神义赵体 就周身融融呼呼 气儿来了 比那个效果还好 对不对 一个样 一个样 在念咒 就是这么回事 把道理说清楚了 就这么个问题 咱们在这佛家咒 不过这里边呢 我也想同学们说一下 像这个咒的话 你们别去念 念也没念 不如咱们那个顶天立地好 如果那样 我就 那个 我也 我这写书都公开写 我讲课 我讲了好几年 经常讲这个咒 要瘸腿下瘸 我早就瘸了 我走不了了 眼眼瞎了 我也干不了事了 就是 也没这么多事 没那么多事 这些问题啊 我给同学们讲啊 所以现在老前辈 对我也没办法 你呢 这个庞和明 就把咒写的说上 这还都不让公开说的 对吧 说用鞋 说用鞋 怎么讲呢 他这个人呢 老前辈也说 他这个人呢 对他也没办法 第一 他讲这个的目的 是为了大家好 让大家练功练得更快 他也不干坏事 你怎么办呢 他也没干坏事 你这个人怎么干呢 他也不说干别的去了 他说对我也没办法 对于说 庞和明他们外的 所以那个 真正有本事 老前辈他们这个 他们都不同意这么干 都不是这么干 你看干了事以后 以前不是说 练功的不是要怎么讲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有了功夫高的 什么要除谁 给除掉去吗 一般的 起功界不这个样子 武林里边的师父 这师父出来败累了 去出土地 那过去 现在也没这么多事了 不过气功里边呢 一般的也 没什么除不除 你自己干了坏事 你自己干了坏事 你得胜自己不行了 你功自己就 完下降格 就上不去了 这么个问题 你咋问智能功呢 我们现在给真正要 普度众生啊 全国几千万人 几亿人外面都要练功 那还不叫普度众生啊 你佛家道家 你普度 普度了半天 你保密 你保密你普度谁啊 我就跟他们讲啊 你们这个普度众生 你这个菩萨心肠 哪去了 还不如我们这个普普通人呢 为人民服务 更彻底一点 我们就讲 我们也不讲普度众生 我们讲为人民服务 比你普度众生 还做得好嘛 你们普度 什么都不能讲 这个保密 那个保密 保 跟着屁股 或者跟着 跟十年八年才教个咒 那叫普度众生 不行 那不行 所以我们讲嘛 我们就写了 讲这个咒 我就讲了好几年了 讲好几年了 所以各些问题呢 同学们懂得道理就行了 咱们再讲 佛家咒 佛家咒 佛家咒目前最流行的 现在不是讲秀密宗吗 密宗啊 喇嘛 西藏的喇嘛 西密 也叫藏密 日本的 叫东密 一般的咱们的 藏密 一练功 喇嘛 一练功 只要老师一授戒 就先灌顶 先得灌顶 灌顶 开顶 实际叫灌顶 不叫开顶 就灌顶 哪里灌顶 一灌顶 这天安门 这就灌顶了 老师灌顶还挺复杂的 哪有仪式 怎么摆声谈呢 这挺复杂的 磕头 念咒 念咒 一般灌顶咒 都念 翁阿 哄 念三个字 念翁阿 哄 念这翁阿 哄三个字 说这是 这是佛说的 一念这个咒啊 一念翁阿 哄 佛就来了 你在头顶 在想个佛业 一想本尊佛呀 想本尊佛 或想本师 本尊 有几个佛呀 有五方佛呀 哪个佛业是你的 你得想那个 我脑袋 脑袋这放着 要念翁阿虹 怎么念念 说佛气就来了 实际呢 这是两个 一个就是 一引气 一想这个佛业 坐着呢 佛业坐在你脑袋上了 就是骑在脖子拉屎 这是啥 这么不平等 脑袋有个佛业 在脑袋这坐着 你刚才对 想这个佛业 你还供供应想 一想佛业 在念咒 念咒 气就来了 念翁阿虹 念翁阿虹 不那么念 老师给你念的时候 老师有本事 他念那个声音里边 有信息 能打给你信息 一念呢 一般的念 就跟咱们到庙里面 打那个庆 打那个 呼呜 咚 咚咚咚咚咚 打那个庆 实际上呢 就是帮给你念咒那事 应该念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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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这么念呢 念这些字呢 它根本一念呢 念这个音呢 念嗡的时候 念嗡的时候 嗡 那个要念嗡 不念嗡 也不念按 那个念嗡 发那个 发那个脏 真要发密 发嗡的音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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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嗡 嗡 嗡 打那个叫嗡 嗡 脑里震动 念嗡 嗡 嗓子 胸前震动 念嗡 下三天震动 念嗡 上三天震动 念嗡 中三天震动 念嗡 下三天震动 这叫三天共振 三天共振 所以咱们一念这个音呢 一念这个音呢 啊 气儿就震动了 你再一想头 咱开个佛爷 啊 气儿都晚上领 就容易开顶 灌顶了 又容易开顶 是这么个道理 懂得这个道理咯 我们智能工也不念嗡 嗡嗡嗡嗡 念嗡嗡嗡啊 你也念嗡嗡嗡啊 但也不是不起作用 也起作用 可你不能随便老念呐 都道理念呐 而且别人说你说你们智能工不搞迷信 念梦花红干什么 梦花红就是佛教藏作 佛说的 哎我们就是为了不搞这个 我们得改了 我们喊口号 咱们也不个口号吗 刻苦练功 念刻苦练功 这个功 这个功 还是 上丹天共振 完美身心 中丹天共振 造福人类 下丹天共振 比他这个振动的还厉害 有超过的 有超过的了 有超过的了 所以咱们智能工啊 就在古人的基础之上 有所发挥 有所发挥 我们这么 这么喊 既有内容 又有意义 你看 刻苦练功 都说你要刻苦练功 咱们练功给钱 喊口号 还没练功呢 到练功场上 大伙子一喊 刻苦练功 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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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人 你别人 要好多了 你没事一练功 练功啥 大伙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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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成了 赶鸭子的 就成了手队 咱们这样喊 刻苦练功 完美身心 造福人类 可这个精神 这个精神 发奋向上 这个力量 确保上一冲 比那个力量要强很多喽 强很多喽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在这些问题上 希望我们同学们 对这个咒 首先 应该这么看 这么认识 啊 另外还有个例子 我这就不讲它喽 说明刚那个和声 和声拜 那个和声点 瘟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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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问题 我就不讲喽 咱们这 因为时间太紧 那就不 就不说它啊 下面这家掐掐掐 说完了念咒 就说掐掐 掐掐呢 过去更保密了 以前有些咒 书本上可以写 但是掐 书本都不写 呃 有些个秘密绝 更不写 有些个绝呢 非常非常地保密 非常非常地保密 但是呢 他保了半天蜜 现在还漏出来了 以前呢 师父穿图的 就一个穿一个 老师画上一个图 掐那个绝 怎么怎么掐 别人不告诉 买买买买书 不知道哪一带一死 哦 公开了 慢慢也印了 所以这么一来呢 有个绝也公开了 但是比较起来 还是咒 比着绝 保密的更少一点 绝保密的更多一些 所以绝呢 就是手啊 有些两个手 一个手 哪儿跟哪儿 一定的部位相接住 就得掐绝了 当然有人说 绝和印不一样 说单手为绝 双手为印 其实呢 就都是翻这个手 怎么那么起作用 过去把这说的更更邪乎了 就绝对不能公开 嗯 一般的绝呢 有公开 如果同学们对着感兴趣啊 你们可以看一看佛学大词典 佛学大词典上 首绝是 画了四十种 佛家常用的首绝式 如果同学们翻到藏呢 到藏里面 像以后咱们沿用的书里边 这个什么 什么语堂大法呀 什么清将大法呀 那个 等等这个里边呢 也 公开了 有这么几十种 首绝法 因为过去那个首绝呢 那个绝法里边的 那个书啊 说是都给皇上看的 给什么祖师爷看的 一般不看 可现在这书呢都公开印刷了 到藏 到藏的话 现在全国公开发行了 不过单个人买不起 现在六 可能现在六千块钱一套到藏了 公家买行了 所以说 这里面有这个绝世 这个问题呀 这个问题 怎么看 那对你怎么看 我们呢 比如说这个掐绝 我们认为也是说 它不是招神弄鬼 通过不同的部位一掐 因为这些部位里边 哪个部位和哪个部位 相接触之后 能引起什么样的变化来 根据现在这个整体观的理论呢 手 手上 这五个手指套 这里边同学没有绷迹 我这有个手绝图 就是在374有个手绝图 这个哪个部位代表什么东西 都给同学画上了 这里边规律都写出来了 所以不需要保密了 以前要是懂得一个手绝世 那觉得很了不起 这手上有五脏六腑 五脏六腑呢 这是脾胃肝胆 心小肠肺大肠肾胖胖 心包三胶 这是五脏六腑的位置 经络 十二条经络 就是从这开始 也是十二个时辰 子丑 尹卯 尘思 无畏 身忧 虚害 每一个时辰一条经脉 这么下来的 五脏六腑有了 十二经脉有了 还有五行 五行 这么算 这是 这么算 应该是 拿这个手拿 这边算东 这边算西 这边算东 这边算西 这边算南 这边算北 当中 这是五行 还有八卦 那么一圈 当中这个家人九宫 所以这里边呢 这一圈十天干 就是天干地之五行八卦三才 都有了 所以掐阶的时候 你比如说掐八卦阶 以前说 你说说那个 以前 什么那个呼风唤雨的 掐 要掐风 掐风 去 遜味 八卦这边是遜味 这不是遜味吗 掐遜味 念什么什么咒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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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东西 其实呢 这个地方属于遜味 这个遜味嘛 也属于东方墓里边的东西 属于脾经 在从东方属于震 更震逊味 属于逊味 这身体边帮着干气起变化 他这里边有 有这么一条道理 能够引在身体里边起变化 所以掐这个阶 当我这里边公开的 他是这么 画了他这里边一共是 这么些个规律嘛 可能咱们在那什么里边呢 在那个 五元庄里边呢 画了个手绝图啊 比这个内容还要多一点 还要多一些 这两个手绝图差不太多 就是 就是在那个五元庄里边 那个工法里面手绝图呢 这是我最近写的 我有多加了几个内容 多加几个内容 所以有的人掐绝懂得几个规律 有时候老师要教那么几个规律的话呢 那简直了不得了 你要一说 什么掐绝 天地人三才 天地人 天绝 地绝 人绝 这料了命了 简直 简直是 把老师 我们老师天地人都掌握在手里边了 八卦绝 一说八卦 你看嘛 千堪更正 迅离昆队嘛 这是八卦 千堪更正 迅离昆队 这个八卦 就是 天地水火风雷山泽 也就是千堪嘛 千堪水火风 那个山泽风雷 这八个地方八项东西 咱们大自然里边就咱们八项内容 弄什么就掐哪个局 掐什么位置 怎么怎么搞 对上口 对上口了 一说这个了不得了 七十 就是你平时练功夫 你平时不练功夫 你不练出功夫来 你怎么掐 掐了也掰掐 把手机都掐破了也不管事 你是平时这么这么点着 千堪更正 迅离昆队 然后千里边怎么变 他一边想着一边掐个的精神集中 精神高度集中咯 还是那句话精神集中 这么个问题 掐这个地方有点多少有点帮助作用 五脏六福 我现在我讲的咱们的讲 这七个咱们的说 什么子无斗绝 阴胎斗 阳胎斗 阴身斗 这不都是下去手法流的吗 就从这来的吗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就叫北斗七星 阴胎斗 阳胎斗 这咋咋阴身斗 斗绝吗 子无斗绝 但还有玉清绝 上清绝 太清绝 三清绝 就是天地人 所以对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懂得 还是这么一套规律在里面 练功的时候 还可以掐每个时辰 掐着一个穴位呼吸多少次 哪个部位呼吸多少次 哪个部位呼吸多少次 转这么一圈 三百六十 一个周天三百六十次 那二十五次 那二十五次 那三十五次 那二十一次 那八十三次 这么一穿插 这儿几次 那儿几次 你就不能随便了 你得集中精神 恐怕念错了 以集中精神 数呼吸 等于让你数着呼吸 数了三百六十个呼吸 精神集中 那功夫还不长出来 三十六 三百六十个呼吸都没咋念 那当然长功夫了 就是这么多问题 我告诉同学们 把这些道理啊 把这些规律 你们愿意看呢 愿意看多点 看五元庄手机图 看少点 就这个规律 这里边有好几个规律在里面 你们愿意掐绝的 恐怕跟你们老师 那个掐绝那个咒 你要慢慢地找对 哪个规律 都对出来了 是哪个规律里边的 也可能老师也交给你一个绝 两个绝 三个绝 你一找个绝里边 大概其差不多都有 那个绝里边 掐什么地 你拿这个规律去对击看 起什么作用 就能掐绝了 很简单 所以有的人讲说 庞老师 原来我没搞这个东西 庞和平你会掐绝吗 所以反正会不会 反正搞了这么多规律 这么多规律在里边 而且这是全套的 一套一套的呀 不光你会掐几个绝念 几个咒就完了 那不是 它只有整套规律在里边 把这规律掌握咯 在过去就叫有自由咯 可我们现在呢 连这规律智能工也不要咯 都不要了 什么阴阳五星八卦天干地之 一糊了 浑渊气 都在里边 都有了 咱们这个绣甩千坤 一拽悠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一糊了 全都包括在里边了 对咱们这个掐决呢 就是这么个问题 咱们就 这个规律同学们去看 就行了 下面有个关键咯 现在 又有很多地方 又开始实行这个咯 画符 叫符路 符呢 画那个符 那个符呢 有的是过去那个字 你说字不像字 方块不像方块 那个东西 这么多一块 搞起来 画符呢 画个图形 那个字 那叫符路 符路 这个东西现在又开始多起来 最近气功戒里边也搞呢 我看有些气功师 给你画一个 画一个图 就是符 带上 怎么这么起作用 那还真有信的 有的人就搞这个东西 所以咱们搞这种气功呢 也要懂一懂 画符 这个符路 到底是那么回事情 这些问题不解决 也是麻烦 将来别人告诉你 我教你一招 教你几个密招 画符 你要去学习了 绝对真 人家对你真好 庞老师教我们几个月也不教 你看人家 教个画个符 密怎么怎么起作用 这个问题如果是广武我说 看来也不行 这些还必须得 隐正古人大气功师气功家们 怎么搞的 一般佛家不画符 都是道家画符 在道藏里边 有几大几个大部 有几大部 都是将画符 符路念咒 因为一般画符都念咒 一般画符一般念咒 念咒咒画符 发路 搞这个东西 那个像咱们十六开本 十六开本 那个是相当于是 四号字 老四号字 比较小的字 十六开本的 这么厚的本子 最少得有这么四本 是完全讲画符 搞这个符路的 我就呢 把他们的书里边 对于画符 怎么个意思 找个他们这个 他们对画符的看法来 把它翻过来 他哪怎么说 哪怎么说的 把他弄回来 我们来讲他 如果我也不这么讲 人家别人不信 庞和明你也不会画符 你就说画符 不计作用 你说迷信 画的符都通神通鬼 咱们看看 他们怎么讲的 这里面呢 也是基本的 也是找书本 讲书本 讲书本 这是在374月开始 这个书本都有 它又是文言文嘛 我要念一念 讲一讲 像必须把古人东西 我要想这个东西 我就不能我说 因为我说我说的 第一 人家不信 第二呢 有的老气功家们 想找我的茬 庞和明 他人竟胡念八卦 他一他搞气功 就搞你气功嘛 你说画符 你说画符干什么 我就说 这个画符不是我说的 就画符的书里边说的 这画符的书里边说的 你就找不着我茬的就是啊 这画符的老祖宗们说的嘛 就是画符这个大的 老辈的画符那个大家们 做书做这么厚的一摞一摞的 又过去那书的这么厚的一摞 现在是那个 现在新印的新印刷体的十六开本 还这么厚 一本一本好几本本 那是集大家了 就是集大家了 那么大的画符家们说的 你还找我的麻烦吗 我等于搬画符的老祖宗 搬他们老祖宗 这就画符是怎么个问题呢 在373页 373页就是天上轩轩三天玉堂大法 就是三天玉堂大法 你看没有 了不得 从上面开始了 最高的三层天 玉清 上清 太清 三天 这三天的最高的玉堂大法 这里边这个咒就不在这里边呢 这本书 这个东西 他怎么说 犯书符 凡事你要画符了 先入室分箱 莫作良久 气定深月 寇持运气 那你要先画符了 要画符先怎么办呢 首先你先到一个 一个安静的屋子里边 安静的屋子里边 屋子烧成香 把香烧上 然后呢 莫作良久 安静的坐着 坐一大会儿 良久一定的时间 然后呢气定深月 且定了 敬天也高高高兴兴了 扣齿运气 然后扣齿 这扣尺 这扣尺啊 还有说法 扣门尺 这叫做是 召祭终身 一扣 把各种神仙都请来了 扣左边 左边叫 叫金钟 左边叫玉庆 右边叫金钟 扣金钟玉庆 金钟玉庆 都是惊动神的 到最后再扣前面 扣可三十六 再扣前面 叫做 不是 一开始叫雷鼓俱将 最后再召集众神 扣门尺 都叫了 一扣尺以后 来运气 把气运来了之后呢 心意浮于这个心 心 你的精神和这个福 结合到一起了 这个福意心 聚气 这个福啊 和你的心 都往一块儿 就在福那儿聚气 不许挥手 不要挥脑袋 不要劲 不让你东张西望 以前说不让你挥手干什么 说你要挥手 后面有鬼 有那个老妖魔鬼怪兜来 一挥就把你吃了 说这个 吓唬你 让你安根经经 记住精神 别挥 别挥脑袋 别挥脑袋 然后呢 一画符 还得吹 吹 吹一下 吹嘘 吹一下 拿起笔来 吹一下 吹嘘 吹嘘不再作声 拿起笔来画符的时候 拿起笔来 你拿 吹 不带着吹 不带着吹 不带着声音 就在一发 吹 这一吹呢 进行在机中了 就一口钢气吐在笔上了 吹 这一吹嘛 扣完了 吹 继续去 吹 一来 这气聚成了 在这一发的吹一下 不带声音 然后这个磨磨点珠呢 用磨也好 用朱砂也好 那一般拿用白鸡 中药那个白鸡 那那个白鸡磨朱砂 他那个说 还有讲 白鸡是辟邪的 其实不是白鸡辟邪 白鸡非常黏 他一磨 磨那个朱砂之后 画成符 他不容易掉 我是搞中医的 对这研究过 就是磨磨点珠 接入金光阴光 磨磨这个朱砂的话 但是一磨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金光阴光在一块发散 就是聚气呢 他说 燃笔下笔 磨一告笔 朱砂也好磨也好 怎么办呢 微见 世光分明 一告这个笔的话呢 那只放光 看着光 你平时不练功 你看见光了吗 你只能想 没有没光就想 一磨一告笔 找光放光呢 想放光 然后呢 蕴村不带泥质 拿这个笔一画的时候 不要泥质 不要 不要拘束着 那个笔怎么拐弯 不要拐那个东西 他说 见前咒 予以奸在心生 一边画符 一边念咒 心里边念 别念出 别念出 生意的 不能念 心里面念 心里面念 心里安安静静 念着咒 这么高 他说 正当疏符之时 心井无染 但是这画符的时候 心里面不能有 不能有别的东西 不能想别的东西 不能有杂念就是 杂念就是无然的精神了 不能有无然 他说 下笔疏符如字传喜神 一画笔 画符的时候 就好比个喜神传过去了 这个意思 完了把书 把符写完了 运气踢绝 你们一般画符就是 右手拿笔 左手插着咒 不同的咒 不同的符 不同的事 插着咒不同 念的咒不同 这拿着 念完了之后 要踢咒 把这踢出去 这一踢咒的时候呢 还得加意念 还得加 加什么意念呢 他说凡驱邪符 你画这个符是驱邪的 驱妖魔鬼怪的 这一踢咒的时候 一踢咒 把圈的钢气 一发点 钢气就出了 这个气 很厉害的气 发出去了 你要是画的 忌妒符 要堵生的了 这运天然生气 这一发掘 二是生气 何气自然 这么发 不过这样呢 就是 皆不再形容 乃密运之妙也 他不是一发驱邪图 一发驱邪符 的话 要运钢气 啊 就这个样子 钢气 要瞪眼 要耍气 不是那个样子 用心里发钢气 忌妒符发生气 从心里边生气 完全意识 领域的东西 所以这一段书呢 把怎么样画符 画符是怎么用精神 怎么样运气 都从正面 讲得非常清楚了 这里边要画符 画符就是你看一看 这是不是练功过程 一边画符 在一边练功呢 所以这个画符 关键不是这个东西 后面还要讲 画符怎么画 先讲清楚了 把这个讲清楚了之后 咱们看下面 下面就是灵宝预见里边的 灵宝啊 灵宝是一般画符的 都尊灵宝为第一 像修全真派呢 尊元氏天尊为第一 灵宝天尊呢 是画符的 就是符禄派正一派 像这一派的祖师爷 它是最高的神仙 他们都供灵宝 所以灵宝预见嘛 这也是最高的 也是最 画符的这一派 最高的这个 祝树了 也是这么大 回本子 他给这边讲了 知福把禄 兼真度生 以体赋 自然神化 宣通之妙也 所以这是画符的时候 画符禄 你干的事情 兼真也好 度生也好 都是个自然的 自然神化 自然宣通 其妙境 不是画符的意思 就是宣行知识 当这个 搞这个 做这样的工作 画符这些人们 应该怎么办呢 以敬虚守衣 助念灵神 挑为幽名 混英内外 当画符的这些人 做符作录的这些人 你应该怎么办呢 必须是 敬虚守衣 安安静静 守衣 太一道 太平道 正一道 守衣名 守衣 守着一个衣 精神专一 守衣 然后呢 助念宁神 念头 助到画符记里边 神要宁神 然后挑为幽名 混用内外 把身体内外 有点外混元的意思了 把里面外气 内外气混合到一起 这样呢 作我之法性冤神 既是本来真身冤实 一点一画 细是道气精光 逞如是 作无所不通 无所不度议 道法提用 岂有他灾 做这个 这种画符 这个道啊 没有别的东西 就是你集中精神 把气运好了 这样的话 你自己的身 就是原始 原始天尊 就是灵宝 这样一笔一画 就能解决问题 这没别的内容 就是关键孩子 就说明了 你画符的作用 关键是你自己 做到了须敬守衣 助念宁神 这样的话 有了功夫了 就起作用了 这前面这两段呢 都从正面讲画符的 我不会引证的呢 引证的古人书 都是要支持 从正面讲画符 起什么作用的 而不是讲神 下面在一端 还是这本书上的 盖法官所有主法之将力 戏招之 以佐助行持 一般这个画符 这样什么道家 叫法官呢 叫法师 一般法师不叫法师 就成为法官 这个官呢 都戴着这个法师的帽子 又什么有剑呢 这个呢 很多东西 这个法官呢 当你 用法的时候 那个法律那些神 把那些个神仙呢 神仙有神有将 有大神有小神仙 把他们都招留来 就是把那个 把那些个 主法的将力 把这全招了来 招了他们来 以佐助行法 一般在行法之前 什么请这个坟 请那个佛 请这个天尊 请那个将 请雷将 什么神将 风将 都请 请他帮助行法 但是呢 就说了 微荡存自己 灵宝祖气 以为之主 你请那些神呢 都有个前提 前提什么呢 存自己的 灵宝祖气 他过去 修这个 俘虏派的人们呢 他说身体里边气 叫灵宝祖气 它不叫真气 咱们叫浑渊气 他那七个名 灵宝祖气 身体一个气 是灵宝天尊来的气 他这么讲 这叫灵气 第一 首先存那个灵气 然后呢 刺着 中理武器 混合白神 把自己的武器 心肝脾肺肾武器 把它调理一下 然后把周身的一个神 调整起来 这样 你再做什么 招神招鬼 招谁啊 干什么 干什么事 就灵了 给人治病 就灵了 就这么个问题 这说明什么呢 你要是化福也好 行法也好 关键是 你自己身体里边气 这个灵气 灵气 活源气 加无脏气 把这交到一起 这才起作用 实际上 就说这么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的很清楚了 化福 集中精神 把那气 集中落 运住去 起作用 如果不这个样子 就起不了作用 下面咱们就要讲说 不起作用的 这也是 这清为原将大法里边 也是这么厚一本书 十六开本 也到藏里边 这么厚 大本子 内容很多 他里边说的呢 这么说的 就是 法有出于同门者 欺福同 欺绝同 而用之 哲不灵者 成不知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着一个老师学的 一个老师教的徒弟 一个老师教出来徒弟 对吗 画的符一样 掐的绝一样 当然